谁啊,进来 张经理 大帅,现在上班时间,你躲在干嘛呢? 张经理,是这样的,我是刚才在上班的,这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妈生病住院了,再需要做手术,这做手术需要三十万 我手里没这么多钱,我想找你预值工资 预值工资?大帅,咱们公司可没这个限利啊 经理,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情况紧急吗?经理,你就通融一下,先预值的往工资吧 大帅,这公司的贵账制度,咱不能违反,要不这样吧,我个人的钱,可以先转给你的 是吗?经理,那先谢谢你,谢谢你 别客气了,大帅,我手里的钱也不太多,转给你五万吧 行行,谢谢你经理,你放心,这个钱,我想办法还你的 这个钱,不着急,大帅,我再放你几天假,你把工作交接一下,赶紧去医院嘛 行行,张经理,那我就先出去了 那好 月月,你跟着 怎么了,你这慌张的呀 月月,不好了,出大事了,这咱妈生病住院了 什么,咱妈住院了,那严不严重呀 呀,挺严重的,这医人说啊,还需要做手术呢,这手术费啊,需要三十万,所以啊,我回来拿钱 三十万,这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月月,这刚才啊,我已经向我们经理啊,借了五万,咱们家还有多少钱啊? 这家里,全部加到一起,我估计也就三四万吧 这,我又五万,加上咱家里的三四万,这远远不够啊 那怎么办呀 月月,要不这样吧,咱们呀,先把这房子,还有车子,给卖了,你看怎么样 什么,你说把车卖了吧,倒是没什么 可是房子卖了,咱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呀 月月,我知道,可是我妈,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啊 她急需做手术,这样吧,咱们呀,就先把房子卖了 先租房子住,你看行不行 吃,这个房子,可是咱俩辛辛苦苦了十几年,才买下的 现在把它卖了,我真的有点舍不得 月月,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要不然这样吧 等咱妈的病啊,好了,我就努力工作 到时候,我多大几分工,好好挣钱 嗯,挣去啊,再买一个更大的,你看怎么样 吃 哎呀,月月,你就别犹豫了,这可是人民关键的大事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行了,行了 那这个太好了,这样,咱们呀,先去医院,去看看妈 好吧 走走走 妈,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儿子,妈感觉到不怎么样 我这个病也治不好 要不,我们回家吧 哎呀,妈,你胡说什么呢 这医生都说了,只要做手术,你的病就好了 我都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心理清楚 再说,给我开明,我们家也没有钱呀 妈,这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我和大帅我们两个来想办法 是啊,妈,我和月月都商量好了 这钱,我向我们经理借了五万 还剩下二十五万,剩下的,我准备把这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什么,卖只卖房 儿子,这不能卖呀 有包房子卖了,你没住哪呀 妈,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月月,你赶紧去二楼市场 看我的车能卖多少 还有,你去中介一下,把他们的房子也挂上 哦,行,那我现在就去 那你去吧 月月,妈,没事,这有我们呢 月月 行了,妈,这无论怎么样,也要把你的病给治好 儿子,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房子和车子不能卖呀 再说了,我这个病也看不好 除了乱花钱 哎呀,妈,我刚才都说了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们来想办法 再说了,你生病了,我们不能不管你啊 儿子,妈知道你小准 你为了我,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以后,你们该怎么过呀 哎呀,行了妈,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 有我们呢,我们呀,肯定好好给你看病 您放心,你这个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行了,儿子,你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我的身体不行了 妈,也活不了多久了 妈,就一个心愿 我走了之后,你把我的床带背照 都洗一下 妈呀,干净 什么时候你们两个想我了 就拿出来看看 这,妈 你别这样说 你也别胡思乱想 你的病啊,一定会看好的 儿子,儿子,你千万要记住 爸妈的床带背照 一定要给我洗干净 妈真的不舍得你呗 妈,你说什么呢 儿子 妈,你一定会好的,妈 妈 大帅 你别哭了,别难过了 这人死,不能复兴 咱们呀,节哀送面吧 再说了,这咱们也已经尽力了 你要是这个样子 咱妈在天之灵 也不会安息的 月月,我知道 可是我心里难受啊 对了 咱妈临走之前 特意交代我 她走之后 把她房间里的床带背照 都给洗了 她很干净 现在,你就去洗一下吧 行,我这就去 妈,你说你走了 我以后怎么办呀 我好想你呀 大帅 大帅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刚才收拾咱妈的床 在棱楼下面看到的 是这样 你快打开看看 儿子 当你看到这红色的时候 妈已经走了 妈走的时候 给你留下这张卡 这卡里呀 有八十万 妈把老家的老房子给卖了 咪妈是你的生日 妈走后 你要和月月好好生活 妈会在天上 看着你们的 爱你们的妈妈 没想到 这妈走了 这心里呀 还想着我们呢 还给我们留了钱 是啊 你说咱妈 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 这临走了 还在处处为我们着想 妈 是儿子不孝 儿子对不起你呀 行啊大帅 你别哭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被妈知道了 她肯定也难过 这妈不是说了吗 她不在了 以后 咱们两个好好生活 这样 妈在天之灵 也就安息了 爷爷 我想妈 我想妈做的饭 我想她做的面条 我想她做的汤 可是 可是我再也吃不到了 行了大帅 你别难过了 你这个样子 谁看着也难受啊 这咱妈身家爱干净 我现在就去把她的床带都洗洗 你去妈的房间 帮妈把卫生做一做吧 行 没去吧 别去吧 没去吧